佛跳墙作为中国第一用菜 民间流传了许多传说 它已经不仅仅是道美食 更是一种文化 因为制作功力考究 及其山珍海味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爱 各地对佛跳墙的做法略有差别 但制作功力和用料基本一致 这道菜的精髓在于老汤的熬制 我们选用三年的老母鸡 龙骨 猪蹄 五花肉 来熬制老汤 把食材冷水下锅 慢慢加热 紧出血水 飘去浮沫 捞出洗净 放入砂锅中 温火慢炖6小时 熬好后 就不停地挤压食材去葱汤 让这几种食材和汤融为一体 然后滤出残渣和油脂 得到更纯净的老汤 为了让汤汁更加鲜亮 加些南瓜油层次 更加丰富了汤汁的营养 下面我们简单处理下其他的原材料 每种原材料都需要单独的发质 发质的时间也都各不相同 发质好才能放一起食用 今天就不一一介绍了 会在以后的视频详细地更新收入猫住 提鸡鲍鱼 大虾 树翅 海参 依次放入清水中焯一下捞出 瀝干水分 放入熬好的金汤中 加入陈年的花雕酒 大锅焖煮10分钟 煮好后只需要放入少许的水淀粉 加入食盐就可以成菜出锅了 佛跳墙浓香醇厚 是一种美味的